平常运动我们都喝水 补充流失的水分 但是国外最新研究发现 运动前如果喝的是茶 可以有效提升体内脂肪 消耗达17% 类似的研究报告还发现 喝茶对腹部脂肪量的消耗 尤其明显也减少平均7% 不过专家提醒 运动前喝茶不能空腹喝 而且有些人还不能喝 肠味道比较不好的民众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贫血 或者说是骨质疏松危险的民众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会影响到钙跟铁的吸收 绿茶而茶酥比乌龙茶多 但如果喝的是含糖绿茶 或是喝茶不运动都是白搭 记得要搭配中强度的运动 像是健走 跑步 持续30分钟以上 也许就可以提早 跟身上多余的脂肪 切啦 记者杨一家黄一珍 台北报道 详细资讯